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主食来看待 不要认为你就可以随意地去吃无糖的点心 它不加糖就可以随意地去吃 实际上是不对的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病人我们给他每天规定的这个主食量是五两的话 如果今天呢他买了一些无糖的饼干或者点心 他想去吃一两 那么我们就要在他这一天的主食的五两中减去一两 那今天你要想吃馒头米饭的话 那你就只能吃四两了 不能再去多吃一些主食 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 他一定要清楚呢 无糖点心 无糖的饼干 任何无糖的什么宣传的那些宝剑的什么东西 我们一定要清楚 它只是不额外增加这个糖 但是你要知道它本身是有什么做的 是由我们的大米面和淀粉这些组成的 仍然对我们的血糖是有影响的 要把它当成一个主食 不能说在两餐之间我加一点 那你加的这一点呢 也要算到我们每天的主食量中 每天的碳水化合物中 所有的量中